香港娱乐圈虽然不算庞大,但渣男们却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他们以各种方式渣到了极致,让人不禁为他们的另一半感到心疼。 今天,我们一起来认识香港娱乐圈中的十位神级渣男,见证他们渣出新高度。 一,王浩信,这位男士在2008年与悠悠陈自瑶恋情曝光后,开始了自己高水准的渣男生涯,他的出轨事件多不胜数,令人咄舌,其中,与谢指慧的一次事件引发了广泛关注,谢指慧竟然怀孕了,而陈自瑶为了肚子里的孩子选择原谅了他。 王浩信给了谢指慧二十万封口费,谢指慧去打了胎,后来,他又与冠三皇新颖相识,两人的亲密举动让人不堪入目,这一事件使他的名声更加糟糕,还有东坡家式的拍摄时,他又与TVB的蔡司被传出绯闻,这又是一次让人大跌眼镜的出轨事件。 不仅如此,他在TVB台庆史,竟然与小三一起走红毯,这种嚣张的行为令人愤怒,他的品性问题早就应该在娱乐圈被淘汰,但竟然能够继续蹦跌,这让人质疑TVB的道德标准。 一个名声狼藉的渣男,他的丑陋行径令人不寒而栗,2008年,他与悠悠陈自瑶的恋情曝光,而在婚前,他多次出轨,甚至导致了谢指慧的意外怀孕。 陈自瑶为了孩子的未来原谅了他,但王浩信的背叛并未止步,他与黄欣颖的亲密互动令人大跌眼镜,而陈自瑶也曾在社交媒体上点赞批评黄欣颖的帖子。 这些事件让人感叹,渣男和渣女竟然如此互补。 二,倪震,他曾是周慧敏的男友,但多次出轨,与陈法荣,姚乐毕等女性传出绯闻,最后还是选择与周慧敏分手。 然而,他的出轨事件并未影响他的事业,令人质疑娱乐圈对道德问题的看待。 一个名声狼藉的渣男,他的丑陋行径令人不寒而栗。 2008年,他与悠悠陈自瑶的恋情曝光,而在婚前,他多次出轨,甚至导致了谢指慧的意外怀孕。 陈自瑶为了孩子的未来原谅了他,但王浩信的背叛并未止步,他与黄欣颖的亲密互动令人大跌眼镜。 而陈自瑶也曾在社交媒体上点赞批评黄欣颖的帖子。 这些事件让人感叹,渣男和渣女竟然如此互补。 三、温兆伦,曾是香港娱乐圈的红人,但他的品行问题导致他的失业走下坡路,他不仅出轨,还将债务推给了自己的助理。 最终在内地发展,他的一系列不道德行为令人震惊,但他竟然还能继续留在娱乐圈,这引发了人们对道德和良好品行的担忧。 温兆伦也曾是娱乐圈的一颗耀眼之星,但他的渣男行为彻底毁了他,他不仅出轨。 还将债务推给了自己的助理,导致失业下滑,他的种种丑闻令人大跌眼镜,不禁让人质疑,他是否曾经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 四、许志安,曾被认为是好男人的代表,但他的婚外情事件令人大跌眼镜,他的形象彻底崩塌,黄欣颖和他的基吻们让人失望, 而他后来的洗白和重新回到郑秀文身边令人质疑他是否真正反思自己的行为。 许志安的渣男行为也令人震惊,他曾被认为是好男人的代表,但婚外情的曝光改变了一切。 他的渣男行径使他的人品受到了严重质疑,而黄欣颖的陷入也引起了人们的同情。 他的形象受到了极大的损害,让人不禁思考,原来如此久的好男人形象竟然是如此脆弱。 五、陶大宇,曾经红极一时,但他的出轨事件导致他的事业急剧下滑,他不仅出轨,还与女友的闺蜜开始新的恋情。 这种行为令人愤怒,他的不担当和不道德行为令人感到震惊。 陶大宇曾是红极一时的明星,但婚内出轨事件却让他的形象受到了严重打击,他选择了离婚,并与新欢在一起。 但这种渣男行为引起了众多粉丝的愤怒,他的人品受到了严重质疑,这个曾经的偶像形象已净土崩瓦解。 六、张志恒,曾是香港男版Twins的一员,但他的劈腿行为令人震惊,他一脚踏足五条船,背叛了女友VTRO,而且还以相同的方式向其他女性借钱,令人不耻,他的不道德行为和劣迹使他的事业陷入低谷。 在这个娱乐圈中,张志恒以一脚踏五船的劈腿功夫而闻名,他的出轨行为令人大跌眼镜,而他的种种花边新闻让人们对他的印象变得极为负面。 他曾经是一个花美男,但如今却成了邋遢大叔,这也反映出他内心的丑陋。 七、魏俊杰,曾经的明星,后来的一系列劈腿事件让他的名声狼藉,他的不诚实和劣迹令人感到震惊, 尤其是他公开DC小三的行为,令人不耻。魏俊杰也是一个曾经红极一时的明星,但他的渣男行为改变了一切,他的多次出轨事件让人不寒而栗,而他的回应也让人感到愤怒。 他的渣男称号已经深入人心,让他的形象蒙上了一层不可磨灭的阴影。 八、吴浩康,曾被称为陈奕迅接班人,但他的吸毒和打架斗殴事件导致他的失业陷入困境,他不仅吸毒,还劈腿多次,令人感到震惊,他的不道德行为和不担当令人不耻。 九、周永恒,出道三年后家中藏毒,出轨闺蜜,家暴妻子,不仅丧失失业也丧失了良知,他的不道德行为和暴力行为令人震惊。 周永恒,一个渣男的典型代表,他不仅出轨,还对妻子家暴,令人愤怒。 他的渣男行为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而他对妻子和儿女的冷漠更是令人心寒。 这种渣男行为让人无法接受,也让他的声誉荡然无存。 时、陶哲,他的出轨事件令人大跌眼镜,他竟然在记者会上用PPT来澄清自己的行为,这种行为令人无法理解。 他的不道德行为和不担当令人感到震惊。 陶哲,众所周知的音乐天才,被音乐殿堂级人物刘欢认证过的RB教父, 其对国内流行音乐的贡献是无可厚非的。 他的小镇姑娘家喻户晓,今天你要嫁给我依旧是婚庆公司的保留曲目。 Melody更是因为秦牛正威的二度翻唱火遍全国,那个满脑子都是蛋黄长裙。 蓬松头发的时期也才刚过去两个月。 97年陶哲遇到了拥有甜美外形和高挑身材的音乐。 其因在热播剧中及一班中饰演班主任被大众熟知,同在美国加州生活过的二人有许多共同的话题, 很快便以男女朋友的身份亮相,不过相恋六年后便分手。 据悉音乐想要稳定的婚姻而花画公子陶哲却没有打算结婚, 这段感情便因此终止。 后来陶哲为纪念这段感情创作了以音乐英文名命名的单曲Melody。 深情款款,后来陶哲和工作室工作人员乔安娜的感情因为母亲的反对告一段落, 又相继于林志玲两位师妹林若亚,白星会传出绯闻。 07年和瑜伽老师Rachel,台湾女演员林卫军, 女模特Lise杨丽丝的多角恋更是引发热议。 08年与陶哲一基吻对外称社交礼仪, 与浙江卫视主持人朱丹被拍同游戏胡乡拥公关称只是朋友, 帮忙揉奸。 陶哲身边从来不缺女人, 她也从来不会给自己留有情感空隙。 2012年经母亲介绍陶哲开始与白富美江配荣交往, 2014年二人结为夫妻, 婚后没多久, 陶哲便被爆出出轨李威前女友杨子晴, 并遭到杨子晴本人的重锤, 一时间二人聊天记录被曝光事情一发不可收拾。 这些港圈渣男们的行为让人不禁怀疑娱乐圈对道德问题的看待, 他们的不诚实, 出轨, 劈腿和暴力行为令人愤怒, 但他们竟然还能在。 在香港娱乐圈, 渣男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 虽然也有一些专情的好男人存在, 但渣男们的行径却令人咋舌, 远超出了人们的承受极限。 今天, 我们将深入探讨香港娱乐圈的十位神级渣男, 不仅欣赏他们创造的渣男新高度, 还会加入自己的见解和分析, 为这些事件蒙上更多层次的阴影。 总之, 这些港圈渣男的行为不仅伤害了感情, 还损害了他们自己的声誉, 他们的种种丑陋行径令人不齿, 也让人们对娱乐圈的道德观产生了质疑。 渣男们或许有文化, 但他们的行为却让人无法接受。 在这个光怪陆离的娱乐圈, 我们应该警惕渣男的存在, 保护自己的感情和尊严。 出 Te den吧。 出印尽给娱乐圈的耳朵